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这一次呢 我想跟大家讲讲王莽的故事 说到王莽啊 在网络上关于他的梗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也忍不住 给了一个比较耸动的标题 但我想的其实不是那种 在网络上那种常见的梗 在网络上很多人会说 王莽是穿越者 因为他提出了很多理念 根本就是只有现代人 才能够想得到的 还有人说王莽其实是个社会主义者 因为他提出了很多理念 都跟今天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很相似的 他甚至还曾经为了贫穷的学者 建造国民住宅 那听起来都像是21世纪才会做的事情 还有啊 有人说王莽是一个复古的 始古不化的改革者 是一个妄想型的儒家的精神病患者 也有人这样说他 因为他有很多晚年的行为 真的非常疯狂 但是我并不想用这样子的角度 来为你讲王莽这个故事 相信你应该也感觉出来了 对他这个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系列 我在前面几集的影片当中呢 为大家讲的都是一个小故事 一段就说完了 但这一次我想做个尝试 我想为大家讲一个比较漫长一点的故事 当然啦 我每一段会写的比较短一点 然后呢影片也不会太长 让你听起来没什么压力 也许各位就可以隔几天听一次 隔几天听一次 慢慢的跟着我一起深入理解古书 古人跟古代历史学者想法的世界 为什么要说历史学者想法呢 我想要这样讲好了 我们现在看王莽 你上网查维基百科 或是上网查一些网络的文章 大部分就是几百字 一千字就差不多了 但你知道吗 其实古代人对王莽非常重视 现在对王莽的理解 基本上都源自于这一段 对汉书的王莽传 你知不知道 他有四万五千次分上中下三段 他可是整本汉书内容最多的 汉书用了非常巨大的篇幅来写王莽 可以想见对于他的思考跟检讨会有多深 所以我也想要用比较长的篇幅来讲王莽的故事 我并不想简单带过 尤其不想让你简单的理解 他就是一个什么穿越者之类的 这样的想法呢 听听可能很有趣 但其实他对于你学习历史 或者更增进自己的思考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相反的呢 我想带你回到古人是什么研究历史的 还有我们可以怎么看待古人研究历史的角度 来先来说说汉书的作者吧 了解他有助于你理解 王莽是怎么样被写下来的 班固呢是个标准的天才少年 他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爸爸班彪开始学习读书写字 他爸爸班彪就是汉书的原始作者 16岁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进入洛阳读大学了 当然当时的大学叫泰学 那可是全国最高学府 16岁就能进入说明他的实力很强 那个时候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 就是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就 他是一个学问广博 而且兴趣非常广泛的年轻天才 事实上啊 所有想要写历史的 想要当历史学者 几乎都是这种路子的人 因为想写历史人 是不太能够只有只喜欢一件事的 因为那样子你写出来的东西很单调 没人看 也许如果你在看这个影片 你想将来当个历史学者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自己的兴趣多扩展一点 然后在班固22岁的时候 爸爸班标过世 他从学校回到家乡开始扶桑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 他有了要替自己的父亲继承遗志 写出一本真正的汉书的念头 因为他爸爸只做了资料整理 还来不及写出来 那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对于班固而言 往往是一个一点都不陌生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班固出生的时候啊 王莽才刚刚死掉不到九年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到洛阳去读太学的时候 身边的人一定一直在讲 王莽当年做了什么事 这个是东汉刚刚建国最早期的阶段 这个时期王莽的许多影响都还没结束 而且亲身经历过王莽时代动乱的人 还非常多啊 所以用这种角度来写王莽 其实就有点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写一本历史 你铁定要有一个立场对吧 那要怎么评价王莽 要把它写成是一个奸贼吗 那这样子有很多王莽所做出来的事情 就势必要做一些道德批判 这不见得是一个客观历史角度 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写呢 那后果很严重 事实上班固后来就有了很严重的经历 在这里我先转一个弯解释一下 中国古代最基本的一些写史书的体力 你应该听过计算体吧 计算体其实是计体跟钻体的总和 记就是本记用来写帝王 所以才会有学者说 古代历史都是什么帝王年代 断烂朝暴 都是帝王家谱 这事实上也没错了 因为记才是最重要的 那还有传 传就是非帝王写平民的 中间本来有个世家 史记有世家 但到汉书就没有世家 所以即使是大官 你也是写在传里面 那王莽应该放在哪里 照理来说王莽是皇帝 应该放在记吧 可是如果你把他放在记 那不就承认他的创位是合法了吗 这在东汉是不行的 可是事实上王莽确实是当了皇帝 而且以皇帝身份做了很多事 如果你是历史学者 你要写王莽 你怎么看 呃 班固其实付出了代价 在编写的过程中 就有人直接告发班固 说他私修国史 今天你在自己家里写历史 像我这种人 随便拍个历史影片给大家看 这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有言论自由 但在东汉 这可不是小事 因为这等于是国家意识形态 你私自跟动他那还得了 所以班固直接锒铛入狱 不过还有他的弟弟班超 对就是你唯一认识 那个叫班超的人 投笔从容的那个人 他向皇帝说明这件事情 所以班固才被放出来 不过呢你要注意 他说明 写汉书的目的是要送扬汉德 绝对没有诽谤朝廷的意思 不是要做一些什么方案文章 就因为这样子班固才无罪开示 而且明帝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回家好好的写 所以你可以想见班固在执笔写王莽赚的时候会有多么大的压力 但就这样他还写了四万五千多字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王莽到底是怎么样被写进汉书里面的 先造对造主 其实有一个非常现成的案例 就是汉高祖刘邦 众所周知他年轻的时候是流氓 而且还做了蛮多流氓该做的事情 可他后来又变成了皇帝 所以如果你在写西汉历史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把刘邦写进去 司马迁并没有提供太好的参考资料 所以班固创造了一种有意思的写法 他在一开始写刘邦还没当皇帝之前的时候 是用列传体的写法 因为这是平民该获得的待遇 所以那些刘邦的流氓故事 他也都写了不少 但是以秦二世元年为分界线 接下来就开始改用帝王的标准写刘邦的故事 编年列传 从此以后事情就写得像是皇帝在做的事情 这样一来果然就通过了汉朝审查标准 没问题了 那王莽呢 王莽其实写法就跟刘邦一模一样 刘邦的写法是一开始用列传 然后后来用本纪 王莽也是 只不过唯一的不同是 刘邦放在本纪的第一篇高地纪 而王莽放在列传的最后一篇 刚好就是西汉的开始跟结束 但写法是一样 他怎么看待王莽 王莽是一个事实上的皇帝 他做了很多皇帝该做的事情 但是班固不承认王莽的政权是合法的 而且这一招后来就成为历史学生们 争相模仿的对象 因为你在往下面看你会发现 王莽传是传其名而伎其实 这个跟项羽的本纪写法刚好相反 项羽是伎其名而传其实 也就是说项羽虽然被列在世家里面 按照帝王标准来写 但其实你看他写的过程内容 都没有什么按照帝王标准 都是写一些英雄故事 那王莽则是反过来 后来的三国志里面写刘备的故事 还有写孙权的故事的时候 都是在写一个不能承认他是帝王的帝王 那怎么写 那就按照王莽这套标准来写 从此就形成中国历史上写史书的一个惯例 好了 这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理解一下 王莽在历史上是被用什么形象记下来了 我想顺便提醒你一下 这一段内容蛮多的 建议你可以订阅 如果你对王莽这个人有兴趣 或是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学术概念有兴趣 或者你单纯对我讲的历史故事有兴趣 我都很希望你可以持续订阅并且支持我 好了我们下次见 拜拜